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因应台湾有事 美日安保将纳入保护日本卫星 中共强制清零三年 民航局长坦言 中国民航业亏损4000亿人民币 拜登就任两年首度造访美墨边境 英国公务用车已发现中国跟踪设备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中国1月8号边境解封 中国旅客来台入境也进入高峰期 高雄市府今天公布 上周四有138人搭中国大陆直航班机 从小港机场入境 拖曳PCR检验37人检验结果为阳性 阳性率达26.8% 显示中国大陆疫情严峻 高雄卫生局也在小港机场针对中国入境旅客进行防疫宣导 及机场计程车内悬挂卫教讯息 另外金门县长陈福海建议 中央规范入境旅客提供48小时PCR阴行证明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入境以国人或其中国籍配偶为主 不太可能PCR阳性就禁止来台 宪法保障人民有居住及迁徙自由 检疫规定暂时倾向维持现状 中国疫情大爆发在边境全面开放之际 更多国家对中国旅客实施了入境限制 德国政府建议国民非必要勿前往中国 德国的邻国比利时和卢森堡也迅速跟进 发出了类似声明 德国从1月7日起更新了对中国旅行的安全建议 建议民众非必要勿前往中国 德国外交部在安全建议中写道 中国已出现疫情高峰 当地的医疗系统疲于应付 另外德国也将从1月9日起 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COVID阴性检测证明 比利时周六已经开始对从中国抵达的飞机进行废水检测 以识别病毒并进行基因组测序 第一班飞机受检测结果为COVID-19阳性反应 比利时媒体报道 因为废水缺乏粪便 难以判断是否维新型病毒变异株 葡萄牙也将从1月8日开始执行类似措施 亚洲方面 泰国从1月9日开始将要求所有入境泰国的旅客 必须出示接种两剂COVID疫苗证明 或者出示自7月以来的染疫康复证明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综合报道 中国边境解封 不过中共仍持续封锁疫情死亡数据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 中国殡仪馆前车流量激增 谷歌的卫星图像显示 12月初以来 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车流量激增 其中广州和沈阳殡仪馆的车流拥挤度 创下5到10年来的新高 兰德公司中国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志环 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对此并不惊讶 因为按照香港2022年春天的疫情死亡率 拥有2100万人口的北京 每月将新增17000人死亡 尽管中国疫情已经近爆炸式增长 但当局仍一再拒绝接受美国提供的疫苗 据彭博社日前报道 由于担心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美国已经反复通过各种渠道提出 向中国提供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等援助 但中共当局一直坚称 局势完全可控 不需要援助 有防疫专家称 人为的限制获得外部疫苗援助 无一造成不必要的死亡 中共当局在仓促解除三年的极端封控之后 仍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封杀批评清零的人士 微博近日发布公告称 已经处理了12854起 所谓攻击专家学者的事件 并对1120个账户 发布了临时或永久禁言令 新台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再看到 国际高度关注台海情势 中共东部战区昨天晚间突然宣布 在台湾周边举行多兵种军演 中华民国国防部今天上午公布 中共从昨天上午6点到今天上午6点 共有57架次军机 4艘次的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28架次军机逾越台海中线 进入西南空域 值得注意的是 至少有一架次BGK-005无人机 两架次的轰炸机 从台湾西南空域一路绕飞到东南空域 中华民国国军运用任务机舰 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 再看到 日本首相田文雄从今天开始 陆续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及加拿大 13号将在美国华府举行美日领袖会谈 预计将发表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主的联合文件 内容包括深化美日同盟 及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选者分析 实质上美日对台湾会越来越战略清晰 周日日本自卫队产兵于美国英国和澳洲军队 为主上美国华国际兵军 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假想夺回被敌军占领的外部岛屿 日本陆上自卫队共有1000名散兵 每年1月都会举行长达一小时的演习 除了美国70名士兵外 约30名英国和澳洲军队的士兵 也首次参加了今年的演习 确保与自卫队的合作 周日的演习动用了20架飞机 包括C130运输机和CH-47JA运输直升机 以及数十辆军用车辆 还有日本的12型地对舰导弹 日本近年的演习都针对假想 夺回被敌军占领的外部岛屿 散兵搭乘运输直升机空降地面后 接受直升机等支援 日本防卫省表示 基于国家安全保障 维持自由且开放的国际秩序等战略 日本将持续强化与美国 英国及澳洲等国家合作 今年的空降演习是因疫情中断两年后 再度对公众开放 吸引许多民众西家赖卷到场观看 新唐人记者徐哲林明迪综合报道 台北立委补选民进党失利 从地方大选到嘉一市长选举已经三连败 行政长苏贞昌今天受访时表示 吴一龙在有限的时间赢得许多选民支持 难能可贵 但没有办法赢得选举 民进党还要再加油 我们先要肯定吴一龙和他整个竞选团队 非常努力坚持理想的选华 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选区 拼出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 不过我们也是对于这样多的选民支持 而没有办法赢得胜选 觉得很对不起也要好好检讨 还要再加油 至于是否在过年前发放全民6000元现金 苏贞昌说所有作业一步一步来 超乎预期的税收虽然7月才能动用 但可以预先规划财务运用 之后再回补不会增加债务 科技大厂苹果经过7年的研发后 传出即将在今年推出首款混合实镜头戴式装置 最快可能在春季亮相 彭博记者古尔曼撰文指出 苹果的目标是在6月全球开发者大会之前推出 世界银行10号将公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将警告今年的进一步负面震撼 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 彭博报导 高深正在着手进行史上规模最大的一轮财员 预计本周将财3200人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可能来自核心交易和银行部门 表明财员的范围很广 台湾新宇航空9号宣布第二架A350-900客机已完成交机 由董事长张国伟从法国倾驾回台 为4月开航北美储备能量 张国伟也在脸书分享9张A350-900照片 强调这将为北美与东南亚的转机航网发展带来关键助力 新宇航空周易股价涨超过1% 新唐亚开电视真理报导 中国开始确诊免隔离 重庆快筛场 突然裁员8000人 员工大规模示威 击退特警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s endangered stout camphor trees are worth conserving ALPS Biotech is committed to nationwide restoration to maintain eco-balance to help counter global warming we're keen to act on carbon reduction and attain zero emissions we're realizing ESG sustainability while building up carbon credits restoring stout camphor trees promoting global sustainability ALPS Biotech now you can interact with your friends with your good voice anywhere anytime with the noise reduction technology so quiet 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listen extend your hearing expand your life get your good voice now now 在我去工人玩了 你每次都跑好遠 阿嬤走不動啦 你要穿這個啦 我也希望德行天下喔 走吧 戴森棒店的小屁股 德行天下主攻健康鞋店 中国从1月8号起卷诊免隔离 中共从极端心灵政策到躺平后 中国病毒检测产业链被打乱 重庆中原汇集药厂 因为抗原试剂订单锐减 直接大裁员还拖欠薪资 引发工人大规模游行示威 并发生暴力冲突 1月7日 重庆中原汇集药厂爆发大规模抗疫 视频显示愤怒的工人抛制物品 击退前来维稳的特警 抗原试剂盒散落一地 白花花一片 该药厂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称中原汇集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体外诊断试剂 包括抗原试剂盒 公司临时工小冬披露 抗疫起因与厂方突然宣布裁员 小冬说 公司员工1万人 其中有六七千临时工是去年12月初招来的 厂方当时预估订单可以做到中国新年之后 到厂招工时承诺给美人三千元的奖励 分阶段兑付 包括做到1月21日的兑现一千元 做到年后的再一次兑现全部 厂方宣布裁员后 工人一分钱奖励也没拿到 上层负责人都不出面解释 巨大纪元报道 抗疫现场至少四五千人 也有一些警察到场弹压 但警察数量太少 弹压不住 抗疫中一度发生暴力冲突 至少10人被打伤 视频显示 有警察在现场抓人 据悉最后厂方妥协 对付拖欠工资和应得资金 以及遣散费 有员工表示 赢了排队领钱中 另有消息称 8日有部分工人继续排队结算工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采访报道 1月8号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货车冲进送丧队伍 造成39人伤亡 1月8日凌晨 在江西南昌县又兰镇 S517连接县桃岭村路段 一辆货车无预兆的冲进 正在出病的队伍 一路碾压直到撞上百米外的灵车才停下 官方宣布 事故已造成19人死亡 20人受伤 现场亲历者龚先生告诉陆媒极目新闻 当时他和60多名亲友正在给大伯出病 一辆半挂车突然从后方冲进送病队伍 死伤者大多是半丧事的人 龚先生介绍 他腿部受伤 他的妻子在事故中遇难 在这起事故被披露一个小时后 南昌县交警发布消息 司机大午天气 注意行车安全 不过亲历者龚先生说 事故发生时 该路段并没有起雾 事发后有不少网友质疑 为何要在深夜送葬 有当地网友解释 因为近日火葬场过于忙碌 这家人要等到凌晨 才能把逝者送去火化 所以才会在深夜出病 新唐人电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 12月以来 中国多地医院和殡仪馆大牌长龙 疫情明显升温 在美国空军单位担任顾问的 中国问题专家罗森 近日在外交家杂志撰文指出 疫情危机期间 中共政府的优先事项是保护其合法性 甚至以牺牲公众健康为代价 内文指出 中共领导层对全球健康议题默示 从最初的隐瞒疫情到缺乏准备和突然取消疫情防控 中共的卫生政策是由政治主导的而不是由公众福祉主导的 的权利但谴责掠夺入侵公共建筑的行为 现场的视频显示 大批前总统波索纳罗的支持者身穿巴西国旗颜色的黄山 聚集在国会大厦前 示威者爬上建筑的屋顶并打碎窗户玻璃 警方则向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 试图驱散人群 还有一些示威者则闯入了巴西总统府 视频显示 不少波索纳罗的支持者在总统府内游逛 展示巴西国旗并录下当时的场面 还有示威者聚集在最高法院外 周日的事件发生在巴西左翼总统卢拉 于1月1号宣誓就职的一周之后 自去年10月30号巴西总统大选结束以来 波索纳罗的支持者一直抗议选举结果 而波索纳罗本人也拒绝承认选举失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有总统拜登在周日飞往德州视察边境 之后将转往墨西哥参加北美领袖峰会 将聚焦移民和毒品问题 拜登也成为近10年来第一位访问墨西哥的美国领导人 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启程前往美墨边境 这是他上任近两年来首次到访美墨边境 在这次访问前 拜登宣布了一项边境政策的重要转变 美国每个月最多允许三万名符合条件的移民 从古巴 海地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搭机抵达美国 仅限已有美国担保人的人 至于试图非法入境者 美国将协同墨西哥将他们驱逐出境 在2022财年 单约有240万试图非法闯入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被逮捕 大批来自南美各国的移民 会先涌入到墨西哥 进而希望能辗转到美国寻求庇护 北美峰会即将在1月9号到11号召开 拜登与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中一周二在墨西哥城举行峰会 峰会除了聚焦移民问题外 也将讨论解决毒品问题 尤其是致命的鸦片类药物 预计拜登将寻求墨西哥协助 以阻止芬泰尼的流入 墨西哥贩毒集团是生产和贩运芬泰尼的主要参与者 其中很多是从中国供应商取得芬泰尼的原材料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综合报道 中共挖脚踢铁板友邦巴拉圭众院议长访问台湾 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分析 中国经济将比去年糟 台湾准备好因应四大挑战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Pro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友邦巴拉圭中议院议长罗培兹 与图瓦鲁国会议长戴应欧布月儿童抵台访问 两位议长今天也都觐见了总统蔡英文 不过4月份就要总统大选的巴拉圭 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却说 如果当选将和台湾断交 并与中共开展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 罗培兹则表示 相信台把两国将在尊重人民的基础上 共同努力 台湾和巴拉圭的经贸关系也不断提升 即使在疫情之下 去年1月到10月 双边贸易额创下了新高 超过2亿2千万美元 我也要再次强调 面对威权主义持续扩张 我们在民主阵线的盟友 一定要加强合作 才能够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 此行是罗培兹议长首度来访 成员还包括三位跨党派众议员 展现民主国家的韧性 另外外交部也预告 立台湾国会国安及国防事务议员团 以及德国国会自民党 国防外交与人权委员会高阶国会议员团 都将在今天抵台访问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今天出席论坛 他指出全球经济面临货币紧缩 中国经济下行 产业链重组 气候变迁四大挑战 他强调中国经济今年将比去年糟糕 而台湾将以稳定汇率 扩大公共支出与奖励投资等方式 因应变局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副总统赖清德受邀出席论坛 谈全球未来经济将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全球多数央行 继续采取货币紧缩 可能带来金融不稳定 台湾因应变局以稳定汇率 以及温和的货币紧缩政策因应 而第二大挑战就是中国经济下行 带给全球压力 中国的经济今年应该会比去年更糟 在这种状况之下 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台湾自然不例外 台湾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主要是采取扩大公共支出 然后鼓励奖励投资 今年2023年中华政府总预算是2.7兆元 然后公共建设的支出是5900亿元 科据预算是1700亿元 这三个数字都是厉害新高 而第三大挑战是产业链重组 赖清德表示台湾布局不顺晚 除了欢迎台商回台投资专案 新能向政策有成 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标定 政府也积极投入区域经济整合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时候 特别是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 全球民主阵营非常需要重新建立一条 安全又值得信赖的产业链的时候 台湾的许多的产业 其实都相当具备的水准 其实是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过程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要掌握机会 第四大挑战赖清德认为是气候变迁 台湾已经宣示2050净零排放目标 到2030年前 政府投入预算将达到9000亿元 金额势必会再增加 期盼带动民间共同投资 他也指出台湾具有科技产业优势 进行绿色转型都是台湾的机会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 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2023年1月7号 神韵环球艺术团为观众 带来了本年度巡回演出 柏林战的最后两场演出 全数爆满 当地政商界人士慕名而来 感动地表示 神韵带给世界的传统价值观很重要 希望神韵里面永存 神韵里面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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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度日这是若是独居老人的日常却像是我们的居家隔离生活虽然这段时期偶尔必须保持距离但当我们见了面一句问候一个祝福一份关怀一个陪伴就能用爱拥抱老宝贝 华山